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奴曾再三劝谏陛下 奈何陛下始终顾念与齐王的手足之情 对江慈呵护有加 可江慈呢 他不知好歹 竟然有意利用大婚之计 为刺客创造机会刺杀陛下 老奴岂能容他 我与师父根本不愿回庆康 是陛下令我二人留下 进宫之后我也从未见过师父 更不想嫁人 唐河要制造刺杀机会 一贯翘蛇如簧 能言善辩 当然不会承认了 陛下 家母闯下滔天大魂 罪臣本无言以对 但臣了解永安郡主 臣愿用性命担保 郡主绝不会做出如此之事 朕知道 将陶子竹先行收押 等候发落 谢陛下龙恩 谢陛下龙恩 幸儿父皇及时醒来 方能力枉狂澜 近来之事 朕皆已听说 朕心不安哪 永安 委屈你了 重情都退下吧 臣儿能告退 尾昭 你留下 郡主 奴婢送你回玉顺轩 怎么回事 少主吩咐我们 不惜一切改假 也要将郡主送出宫 郡主想去哪儿啊 本郡主要出去买花 你让开 你倒是跟你那夫君一样 惯会装模作样 笑话 我哪来的夫君 卫钊身份已暴露 今日便是他的死期 把他给我抓起来 是 走 我追 是 他暴露了 那你更要走 不 他贫尽一切送你出宫 你不可辜负他的一片苦心 他会死的 小慈 原谅我 与其将你困于这方寸之地 不如放你海阔天空 三郎如此 我亦如此 我去引开追兵 速带他去防我们 与你们的人会合 是 快